大家好,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Focus產品的Line-Up的變動 在我右手邊是四門的最頂規版 也就是原來的E7 TSR這個版本 它在產品力上面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在我的左手邊這一台 是原來的四門時尚版 這次它稱作佛心版 它也增加了不少的功能 一般車廠做產品的變更 這麼頻繁其實很少見 但是Focus算是一款賣得非常好的產品 這些變更某個程度來講 都有一種乘勝追擊的味道 也可以說它是一種超前部署的概念 我們知道說Focus在上市以來 它的頂規產品不管是四門或五門 都是賣得最好的車型 四門五門這些最頂規的車型當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產品的機能 就是Copilot 360 Copilot 360 過去我們介紹很多 大家也已經很熟悉了 這一次它把Copilot 360 一次下放到原來的四門的時尚版 現在稱為佛心版 讓國產的車主有機會在國產中型房車的這個極距裏頭 75萬到80萬可以用到過去我們只在最頂級的這種雙B的產品裡面會看到的 Level 2自動駕駛 那我先從最頂規的來講好了 這一次呢因為佛心版的產品力增加了 那最頂規的當然 產品力也要升級 那E7 TSR呢過去就有Level 2的自動駕駛 那這裡面當然一個最重要的系統就是它的ACC系統 它把它升級為IACC 也就是智慧型全速域定速巡航調節系統 這個IACC呢簡單講就是把 TSR原來只是 去讀取道路上面的這個交通號字 只是告訴你警示而已 但是它把它進一步整合到整個車輛的控制 我們可以事先調整好這個容許值 這個容許值的設定呢可以達到正負30公里 那比如說呢 我們如果事先把容許值設定為3 那在我們平常在開定速的時候 開70的時候 當車子呢行進一個路段 速限開始降低 變成50公里的時候 你會發現呢 系統就自動幫你這個定速呢 就降為53公里 那這一次呢 也特別著墨在一些舒適型的配備的導入 將駕駛座的座椅呢 改成了8項的電動調整 後座呢的車門板 材質呢也改為軟質的配置 那我相信呢 這次Focus四門佛西版的推出呢 它有強烈的企圖心想要攻入主流的國產中型房車的這個 競爭最激烈的極具 當然我們就不免去對照到 現在在市場上最強的 Artis豪華版 Artis豪華版呢 72萬9的價格 它也有ACC的配備 它的引擎呢 雖然是新世代的引擎 但是它是自然進氣 那比較特別的是 Focus四門佛西版呢 它走的動力的路線跟Artis不太一樣 首先呢它是ECOboost 渦輪增壓 缸內直噴的引擎 182匹的動力 比Artis略大一些 那我認為特別需要提出來的是 它採用的變速箱是8速自排變速箱 我過去呢 因為長期在使用BMW的經驗裡頭 我認為在豪華車的領域裡頭 8速的自排變速箱 不管是它的傳動的效率 它的整個提供出來的行駛的質感 事實上都會讓整個行車的 過程當中 提供非常舒適的這種動力的傳遞 那另外呢 我們講到它的ACC系統 如果是Copilot360 它是一個完整的Level 2的自動駕駛 它跟單純的ACC 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有全速域的這個作動的範圍 另外呢 它有車道維持 還有呢 新增了RSA 智慧型的限速輔助系統 這個系統的作動呢 主要就是呢 在用這個LiM限速系統的時候 它會跟 TSR系統兩個資訊能夠同步 那這個RSA智慧型限速系統 也有容許值 那這個容許值的設定呢 可以到10公里 另外呢 在影音系統上面呢 因為Focus 它有配備了Sync 那在這個Sync系統上面來講 它也包含了Apple CarPlay的功能 那這個Apple CarPlay功能 當然在我們原來很熟悉的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境 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轉移到 整個在駕駛的過程當中的一些輔助系統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雖然Artis呢 也可以透過售後加裝的方式 去把這些影音系統上面 不足的部分補上來 但是售價上面 就可能會再加上這些 額外增加的配備的價格 那兩個的價格帶就變成非常的接近 那從以上的這些產品力的盤點 你可以看出呢 過去Focus的產品的更動 從強化最頂規 或者是去強化入門的商品 這一次呢 重點是在中階 那中階呢 也就是它一路呢 就殺入了 競爭最激烈的這個 國產中型轎車的這個價格帶 用不到80萬的價格 就可以買到一個 Level 2 半自動駕駛的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那整體來講 我認為這一次的更動 會讓Focus在整體的 產品編程上面 高階中階跟入門 都得到非常強的 戰力的布局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Focus的改款 字幕製作為主, 中階 課程中階 。